来自伊朗的红方角手赛义德 今年26岁 身高1米80 职业战绩 直胜三户 第一次的写生 避免行动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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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国际俱乐部的伊朗的红方 是来自明辉国际国际俱乐部的俄罗斯全员手 就是波夫加门 我们看这场比赛 一开始萨耶德就显示出来 伊朗是特有的容忍性 以及特别是后推扫踢的这种突然性 这场比赛 双方都是来自于国内俱乐部的外援 我们看到伊朗的萨耶德 强行啊 你看他上身的力量非常好 但是你看他比赛一开始 他利用腿法 利用客人对手 而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加曼尔 他光出拳 但是对方不给他打击这种距离 这场比赛也是 这场比赛也是 风格呀 永逸 一个是俄式的提拳 一个是可以说伊朗风格的太拳 双方的战架也是非常经典的 以正义反的战架族 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萨耶德 今天26岁 正好以为巴黎 而这个俄罗斯的加曼尔 33岁 身高是1 而你们看到这场比赛 伊朗选上萨耶德 是连续的高扫踢呢 可以说是非常好 抑制住了加曼尔的后手重拳 因为他每一次出这种高扫踢 加曼尔的第一个动作 可能他是要挡掉 所以说呢 对于他后手拳呢 造成了他后手拳出拳这种犹豫 这种摆拳结合给扫敌非常 可以说是比较高难度 而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加曼 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打了 这是这些重拳的非常精准 人动势能够渗透到萨耶德的面部 而且在第三回合的开局 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加曼 普通性更加的强烈 是 塞德以重拳还击 但这些重拳的相对于加曼尔的 全是欠缺一些细腻的成分 你才是被迫的 不是阻塞的用拳来打击 这是被迫的还击 是 是 我没想到比菲尔尔适用不了 他在拳法的情绪当中肯定不如这个 的障碍 是的 而且呢 加曼尔确实非常敢用自己的拳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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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